今日me2事件延烧 其中有位设计师于上个月在社群发文 表示自己曾被某位诚心格手心骚扰 不过当时并未公开对方的身份 引人注意的是 13日该名设计师 再度发文写道 自己原本不想在现在这个事件里 但看到对方随即展开的眼罩会讯息 才决定要写下这几天的心路历程 并在文中点名歌手陈生 而从他先前发出的文章中可以得知 当年该设计师替陈生设计专辑 在合作的过程中 陈生在他没有任何防备的状态下 抚摸了自己的右脸 甚至还对着他说 你要不要跟我做爱 让该设计师相当不舒服 而该天文一出 陈生原本将出席22日及23日的天母啤酒节 对此讲万案14日出席活动时 先是表示会请产业局 妥善处理演出一事 随后台北市商业处长则发布消息表示 陈生核心宝岛乐队的演出名单 缺点换人 后续也会公布新的演出卡司